热爱传统文化 我是年华白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 记载在《吕氏春秋》中的小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 话说宋国有一个农民 在耕地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美玉 他就跑去把这块美玉献给宋国的大夫子汉 没想到子汉不接受 农夫就说 哎呀 我是特意把这块玉拿给玉石工匠看 他们说这个玉是非常好的美玉 我才想把它献给您的 子汉回答说 你把这块美玉视为珍宝 而我把我不接受的行为视为珍宝 如果你把玉送给我 而我又接受了 那我们两个人就都失去了自己的珍宝 那么不如我们还是各自保有自己的珍宝吧 之所以想到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从昨天开始吧 何冗老师就因为收礼这件事被送上了热搜 今天这个官方也出来点名批评收礼这事了 其实粉丝给明星送一些小礼品无伤大雅 但就是有些礼品过于贵重了 使这件事有一些变质 当然了 收不收礼和送不送礼都是双方的自由 事摆在这儿 还是看人怎么做 今天讲的故事叫宋子汉 以莲为宝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 我是年华白泽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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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